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总统16日在美国白宫玫瑰花园公开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重建美国移民体系 使之成为令世界羡慕的完善系统 其中包括建立新型合法移民体系 阻止非法移民 加强边境安全 保护美国劳工利益 保护美国文化和价值观 以及促进美国经济繁荣 那这项移民政策新框架主要包括四大内容 它们分别是削减亲属移民 取消移民抽签制 提高技术移民 则优纳入移民 川普还强调将实行移民积分制 首选是让更多具有就业能力和投资潜能的人留在美国 而与美国公民有亲属关系或人道主义需求的考虑 还会保持 但是将排在后面 那这项移民积分制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 年龄英语水平 教育背景 职业证书 以及申请人是否具有超过一定工资水平的工作机会等 川普表示 目前的美国移民结构呢 12%为技术型移民 它们都是具有高学历和高专业技能的 而66%呢是属于亲属移民 另外22%是属于人道主义及地户相关的移民 对此川普表示 新的移民体系呢 将保持每年新纳入移民总数不变 但是结构上会有大幅度的调整 将调整为57%为技术移民 33%为亲属移民 而10%为人道主义和庇护性移民 另外川普还推出了一项新的美国签证计划 其中包括三种高技能类别 第一种呢是杰出人才 像是医生 务师等 第二种呢是美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也就是紧缺型的人才 第三种呢是优秀毕业生 也就是成绩优异的外国学生 对此川普表示 目前美国许多的名校呢 有部分的留学生成绩十分的优异 但是呢因为亲属中没有美国移民或者是美国公民 那他们呢无法通过亲属移民的方式留在美国 同时申请工作签证的过程复杂而漫长 也使这些优秀的人才呢最后只能回国 但是呢川普表示 他们就是美国最需要的优秀人才 我们需要将他们留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移民新政策呢很明确 目标就是改革未来移民人口的结构 使其向高学历 高技能 高收入的人群转移 而移民积分制的目的呢 也是帮助这些成功人士留在美国 最终川普总统的移民新政策呢 就是要完善合法的移民体系 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并且保护边境安全 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同时呢也要保护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促进经济的繁荣 使美国建立令当今世界都羡慕的移民体系 并且要成为美国的骄傲 那今天关于美国移民的新政策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讯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